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中国内幕节目,我是宇童 节目开始前,首先要再度感谢WinWin对本节目的超级感谢 以及一直以来对本节目点赞留言的朋友们 有了你们的点赞留言,除了能鼓励我们团队士气外 更能让本节目被推荐广传,达到很好的效果 希望大家继续给我们支持鼓励 谢谢 今天和大家聊几个热门话题 首先是美国司法部近日的一次行动 在这次行动中,两名华裔被捕 我们在这里会为大家提供一些新的有价值的内容 可能会让很多朋友感到很有趣 另外是中国联想集团创始人柳传志的八识感言在网络热传 其中一些话很耐人寻味 我们会结合柳传志特殊的背景 和大家深入聊一下这个话题 先说第一个话题 让我们先简单介绍一下事件本身 美国司法部星期五发布声明说 洛杉矶居民和前中国公民陈军和洛杉矶居民中国公民冯林 被控参加一个受中共政府指使的犯罪阴谋 针对目标是美国境内的法轮功修炼者 根据指称 陈军、冯林二人在中共政府指使下 试图对美国国税局的吹哨人项目加以利用 目的是剥夺法轮功修炼者经营的一个实体的免税地位 据称陈军在向国税局递交了有缺陷的所谓吹哨人投诉后 他们二人向一名据称是国税局特工的人 支付了5000美元现金 还答应事成后另有重赏 目的是换取这名特工协助 把他们的投诉向前推进 但是他们万万没想到 这名国税局特工实际上是执法部门的卧底特工 司法部说他们两人星期五在加利福利亚中区被捕 显然陈军和冯林属于主动送货上门 向美国以及全世界提供了直接的证据 证明中共是如何将对中国大陆民众的迫害延伸至海外 在这件事情中 中共是赔了钱损了人 偷鸡不成18米 更成了无数海外华人的笑柄 事件发生后 美国官方在此事件中是如何表态的呢 先来说美国司法部 司法部长梅里克·加兰德在声明中说 中共政府再一次企图针对在美国这里批评中共国的人士 但是再一次失败 加兰德说 司法部将继续调查 打破和起诉中共政府将其批评者晋升 并将其政权延伸至美国领土的做法 我们永远也不会停止努力 捍卫人人在美国都应享有的权利 而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在声明中表示 中共政府再次显示其对法制和国际规范的无视 联调局不会容忍中共在美国这里的镇压 它威胁、骚扰和恐吓民众 我们将继续迎头对抗中共政府违反我们的法律 并镇压我们境内民众的权利与自由的做法 事件发生后 一个视频在网络热传 更加引发网友的气氛 视频显示 陈军这些人在美国的领土上 对于海外有正义感的华人表现得极其嚣张 甚至是公开威胁 完全忘记了这是一块自由、民主的土地 当然 也正因如此 他们才干出了现在这件蠢事 27日 雕塑艺术家、自由雕塑公园创始人陈维明 在推特发布视频 并介绍说 中国侨领陈军充当中共在美国的代理人 还伙同他人贿赂美国税务官员 妄图窃取异议人士和组织的财务资料 最近被美国执法部门逮捕 这段录像是中共窃国70周年 我们用中共黑旗对垒五星血旗 在抗议现场 陈军对我和抗议人群进行威胁 说 你如果是美国护照 我有权不让你返回中国 如果你是中国护照 回去就给你抓起来 从视频中可以看出 陈军站在美国的土地上 态度极其嚣张 他用手指着陈维明质问 你是绿卡还是公民 并举着喇叭威胁说 你如果是中国的护照 我们如果把你拍照下来 你永远回不了中国 回去就把你抓起来 此时一位华人打断他说 我问你一句话 你觉得这个五星红旗 这五颗星 哪一颗是属于你们的 引发众人哄堂大笑 一位网友在推特评论说 在美华人要获得认同 必须积极地举报 清除这些违及美国利益和价值观的 非法代理人 还有人说 好样的陈老师 对中共这帮孙子不能客气 要针锋相对 加油 另一位网友紧跟着表示 应该把共匪赶出美国 而网红公子沈 在其油管节目中 则爆出惊人内幕 公子沈说 一位网友给他私信 他没有提及这位网友的名字 我们在这里把他称之为A吧 A告诉公子沈 最近FBI突然找到了他 那么FBI为什么会找到他呢 主要是因为A最近组织了一些活动 都是反对共产党的 FBI担心中共的人 可能会因此骚扰他 监视他 所以FBI亲自上门拜访 告诉A说 你有什么需求 就直接跟我们讲 遇到什么困难 打这个电话 这确实让人感到吃惊 因为不是A现在已经有了麻烦 而是FBI提前已经注意到 考虑到 并主动提供联系方式 这个内幕释放出的信号很大 这说明在中共日益露出战狼嘴脸 不断爆出中共间谍案 中共海外警察局案件 在中共不断挑战国际秩序的大背景下 FBI正密切监视着这些中共海外特务 潜在的支持者的言行 并加大行动力度 可以说上面所说的成军逢林的被捕 以及FBI主动为真正的反共人士提供保护 代表着整个形势的变化 陈军逢林以及此前被抓的几个中共侨领 绝不是结束 而仅仅是开始 下面我们和大家分享一下 联想集团创始人柳传志的八十感言 近日大陆网络热传一篇八十感言 据传这是柳传志在其八十生日宴上的发言 柳传志生于1944年 在大陆有些地区 有79岁过八十周岁生日的习惯 因此说八十岁生日倒也不奇怪 柳传志在感言开始 先说了一些感谢话 并对自己的过去 做了一些关键时间点的回顾 柳传志随后说 我感谢上昌 在1944年 让我出生在中国 并允许我活了至少八十年 这是多么幸运啊 他说 如果我晚生三十年 我将失去挨过二的人 和没挨过二的人 吃红烧肉时 对比的美妙 文化革命开始那年 我正好大学毕业 22岁 我亲眼看见过 血肉横飞的大打出手 明目繁多的政治斗争 关键是不知道 什么时候是尽头 那是我人生最美好的年华 却过着浑浑噩噩的日子 但心中很清楚 难道就这样了却一生吗 柳传志这段话 在当今的中国大陆 其实已经非常敏感 在无数人感到文革2.0 正开始上演的大背景下 这些对文革的回忆 难免会让人感觉 有借骨俯金之感 柳传志不可能不明白这些 柳传志接下来 以主要的笔墨 鼓吹改革开放 大谈联想创业 其中有三段话 引发网友注意 第一段是 连馒头是小麦做的 都不懂的人 遑论为什么我们 不直接吃第四个馒头 那就是个笑话 柳传志显然是在 借此回应那些质疑者 以他的身份 他所回应的 自然也不会是一般人 那么柳传志是在说 谁连馒头是小麦做的 都不懂 非常耐人寻味 第二段是 柳传志说 1984年 中科院计算 所投资20万元 截止2022年底 联想历年累计 向中科院 上交分红股权转让 及目前科学院 仍持有联想的权益 合计242.39亿元 总计增值了 121197倍 年复合增长率35% 而第三段则是 联想为国家积累了财富 为国家的经济发展 尽了绵薄之力 这也是不争的事实 这些话和前面一样 都是柳传志在借此 回应某种质疑 不过柳传志 真的是像他所说的那样 完全是靠拼搏 获得了他 以及联想的成功吗 任何一个了解 中国大陆经商环境的人 都不会这样幼稚地认为 其实在柳传志的联想的背后 站着不止一个红色权贵家族 这才是所谓改革开放大旗下 掩盖的真实一幕 柳传志的发迹 与一个中共前党魁掌权时期 高度重合 而联想集团也被指 与中共军方关系密切 柳传志1966年 毕业于中共军事电信工程学院 也就是现在的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他在中共前党魁江泽民掌权时期发迹 并将企业做大 通过担任神秘顶级富豪 组织泰山会会长 及中国企业家俱乐部主席 建立了所谓IT教父级地位 据称 这个成立于1993年的神秘商会 泰山会 有着非常多的规矩 例如会员聚会交谈时 不录音 不记录 不邀请当地领导 不对外宣传 正式会议 无法参加的会员 需要请假 并交请假费 首次1万元 再次20万元 商会内的会员 出现危机 要共同扶持 至于联想和中共军方的联系 2019年9月12日 曾在情报部门工作数年的 美国陆军退役少将 詹姆斯·马克斯撰文说 中共故意模糊公司企业的界限 以确保中共的军事 间谍和商业利益交织在一起 他根据美国国会 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的说法 指出中科院 与中共的军事 核工业和网络间谍计划有联系 他说 在中科院旗下的所有企业中 联想是获得最大成功的例子 马克斯随后一语道破实质 他说 如果没有中科院和中共政府的支持 联想不可能扩张到目前的规模 而柳传志与中共高层的关系 更是其发迹的关键 也是他在八十感言中 不能说的另一个秘密 联想董事会独立非执行董事 马雪征 称给柳传志当副手长达17年 而马雪征更重要的另一个身份 是博裕资本的联合创始人 这个博裕资本是由中共前党魁 江浙明之孙 江志成所创立 2014年4月 路透社发布的一篇特别报道中说 中共太子党借助他们的政治关系 剧烈财富 私募股权 是他们的天然避风港 因为他们的交易通常在本质上是不透明的 这就解释了江志成为何创立博裕资本 马雪征这位特殊人物 一头连着江浙明家族 一头连着柳传志家族 不怪有一次柳传志开玩笑说 我是给马雪征打工的 因此当我们简单了解了这些中国富豪和中共权贵之间的千丝万缕的联系 就会明白他们对改革开放的回忆 其实是对那个借助中共权贵 以特权狂习国家和百姓财富的年代深深眷恋 在改革开放的大旗下 中共的无数权贵家族和他们的代理人 成为了中共最大的资本家和大地主 而人民则成为被他们收割的韭菜和奴隶 好 今天的话题就聊到这里 如果您感觉FBI主动出面保护这些正义之事 感到很振奋 请和大家分享您的感受 如果您觉得我们提供这些信息有点价值 能够提供一些更深层的观察 也请帮助我们点个赞 我们的节目每周一和周五固定播放 以上是今天的中国内幕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 让我们下一次节目再见 感谢您的观察 观察